如果你剛剛那個定義名稱 假設沒有定義錯的話 理論上就橫向第一欄到這一欄 一般習慣先選7個 然後Ctrl 橫向下 那理論上如果你這個名稱定義是正確的話 其實你這個時候看到的應該會是長這樣 開講101 那如果沒有的話 它會出現 假設你 按F3也不會出現 OK 或者說它會出現什麼Name的錯誤訊息 那表示你定義名稱是有問題的 那修改一下就OK了 然後101、102OK的話 102也是這樣 橫向旋 Ctrl 橫向下 然後這邊會出現 另外一個方法 就從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你找一下 開講101對應到這個範圍 開講102對應到這個範圍 那我們剛剛有合計 合計就是定義到這個範圍 因為它會幫我們在下方 會讓你知道說 它對應在哪個範圍 所以 將來如果你要確定說 你的名稱是不是有錯誤的話 那你可以從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再去找一下 你定義的這個資料 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OK的 那這個有點像是那個把 也是有拿來當那個關聯式資料表 關聯式資料庫 就關聯有沒有 將來呢你可以透過F3 就可以把資料給調用出來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最後如果我希望 假如說這幾個欄位的資料 我希望一鍵就可以完成 就像什麼 也可以一個清除 清除的話呢其實比較簡單 那樂透彩的話呢就是 按一下它就全部又輸出 那只是要怎麼做 第一個啦 那我們這兩個 你們前面有做過還蠻多的 那所以其實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 一樣到開發人員 然後一樣到什麼 這個Visual Basic 那我們第一個呢就是先怎麼樣 先增加這個兩個Sub 一般習慣是 先寫 這個是我寫好的 我把它再恢復一下 這邊的話呢 我把它復原成 像這樣 這個是Range寫的 好 第一個的話呢我們可以先寫什麼 For i 等於第二列 好像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也可以用追蹤的 追蹤的話我前面講過 A2 向下追蹤 那得到的Ctrl向下 得到的就會是43列 它就把43這個數字 有沒有 43這個數字 資料呢幫我帶到這邊來 當然你將來如果你實在不會寫這個 你打43也可以啦 有沒有 這好像也不會變動 今天你打43OK啦 只是你練習一下 這個是追蹤的做法 追蹤的話呢就是 什麼 還記得吧 A2 點 這個可以熟悉一下 因為這還滿 AND是哪個 哪一個方向的邊界 那我們要向下 XL down 當我Ctrl向下之後 幫我把那個 停在哪一列的資料 幫我調回來 有沒有 點RO就是把43這個資料 調到這邊來 OK 所以這邊2到43 然後幫我把裡面的資料清空 哪些資料 B欄 一直到E欄的資料清空的話 那我這邊 Sales ID的B欄 等於沒有東西 那C D 其實你可以寫一個之後 複製 貼貼貼貼就OK了 不過跟各位講 之前有同學犯一個錯誤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可能習慣就是在 這個 說完後裡面 就習慣塞一個空白 奇怪 然後 最後就發生一些錯誤了 實際上 為什麼要加空 不用啦 OK 不要養成壞習慣 不要加 就不要 不需要就不要加 OK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就怎麼樣 在清除部分應該OK了 再來把清除複製貼過來 改成什麼 這個地方 改成輸出公式 還記得吧 其實你會發現輸出公式 尤其是 那個 排名的部分最簡單 為什麼 因為排名 之前呢 我們如果不是用名稱的話 我們必須怎麼樣 修改裡面的那個列號 那如果現在是 那個 定義名稱的話 有個優點 就直接貼就可以了 一個字都不用改 這樣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定義好名稱 你就直接貼過來就可以了 OK 但是如果像前面這個 它不是定義名稱的話 有些地方還是複製完之後 有沒有 你貼到這邊 這個是B欄 B欄的公式 貼第一個過來 那你會發現 這邊基本上 這個我們原來好像用A2 OK 那如果你用A2的話 你將來這個2 4B就要改成什麼 改成I 還記得吧 2要把它改成I的話 那有個固定規則 就是什麼 算上兩個 移到中間 AND AND 移到中間 加個I就可以了 記得把那個 AND前後 再加上空白 這樣OK了 101 OK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複製 因為102跟101 其實只有差那個公式裡面的1變2就可以了 OK 那再來合計的話 再來的話 合計部分的話 那我們 這公式我是把它用那個第一名稱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我們剛剛是什麼 這個加這個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公式複製過去之後的話 那將來當然一樣 你必須把什麼 把這個2 跟這個2 改成什麼 改成I 改的方法跟他一樣 這個是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 再移到中間 加個I 然後把AND 前後 控開來 那這個2也是一樣 不過呢 這個2因為呢 它剛好就在這個字串的最右邊 所以 其實 特別注意喔 你不需要像前面一定要串在中間 你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刪掉 在這個後面加一個空白 AND 空白 I 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只要串怎麼了 串那個 我們左邊的部分 因為右邊沒有東西了 所以右邊的部分 這個就不需要了 OK 看得懂嗎 不過常常這裡同學就很會卡關 因為我之前教各位是用背這個口訣嘛 對齁 啊突然喔 這邊突然變一半了 同學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跟各位講啦 好啦沒關係啊 如果說你這邊的2 假如你還是不知道為什麼的話 沒關係 你其實還是可以怎麼樣 照剛剛的規則 就是把它刪掉 就是再背一下口訣 有沒有 就是剛剛一樣的 把2選起來 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AND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把它空白 不過你會發現喔 做完之後呢 其實有一個地方是多餘的 哪個地方多餘的 AND沒有東西 你後面串一個沒有東西 那等於是後面這一個敘述是多餘的 那其實我把它刪掉 跟剛剛就一樣 只是說啦 這個可能需要再熟悉一下 好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來試試看喔 這兩段喔 等於是一個是清除 清除的話OK吧 清掉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公式輸出 也OK 就剛剛的公式 不過喔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將來喔 假如說呢 你連那個什麼 這個A2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都不想要寫那個什麼 就是VBA將來要修改的話 其實有一個方法 就是把它定義名稱就好 哪些地方定義名稱 將來這個A2 這個A2在哪裡 A2指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號碼 這個 所以喔 你這個A2怎麼變成名稱喔 有個方法 一 請你把 號碼的部分喔 下面這一欄有沒有 先 A2Ctrl-Shift向下 先把名稱定義 這個名稱先選起來 Ctrl-C 然後優標放A2 Ctrl-Shift向下 這個範圍名稱叫做號碼 把它什麼 輸入這個號碼 就是 意思就是 它上面這個名稱喔 就是等於下面這個範圍 然後你把它Enter 好 那另外一樣喔 這個 這個範圍 叫做上面這個範圍 上面這個名稱 這個也是一樣 不過你會發現上面那個名稱 好像是 1開頭 那會出現錯誤 這個好像它會出現錯誤 這個 Ctrl-C Ctrl-Shift向下 然後這個名稱的話呢 如果你貼上 Enter它會錯 它會出現錯誤 因為我剛剛講過 不能用那個 就是 用 數字開頭 所以一般習慣是什麼 你這個名稱喔 你可以 在前面加個底線就可以了 這個貼之後啊 前面怎麼樣 加個underline 這樣是ok的 Enter 這個也是一樣喔 所以如果將來喔 我這個叫號碼 那你將來這個康語符喔 這邊的那個名稱喔 你也可以按F3 給它叫做號碼 也就是說喔 用號碼來代替A2 指的是這個 這個名稱喔 有沒有 如果我這樣按確定 然後 向下填滿 其實也是 它也是可以接受 ok 那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呢 也一樣可以把它用A2來代替 用那個號碼來代替 一樣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那如果像這樣改 這個 這個同樣道理啦 這兩個名稱嘛 那我們也可以什麼 拿這個名稱 其實等於什麼 F3 101年的機率 加上F3 102年的機率 等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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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啦 全部都變成名稱化了 有沒有 全部都名稱喔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呢 將來喔 我們公式裡面喔 像剛剛這個地方喔 還要需要改對不對 其實現在什麼都 如果你全部都名稱化 你等於是說 你根本一個字都不用改 你直接把公式複製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之後的話 什麼事都不用做 什麼都不用改 這樣就OK了 102年也是一樣 什麼都不用改 直接貼上就可以了 這個我直接拿101年來改 來改比較快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的話 如果你要用名稱的話 就是把那個名稱 直接貼上就可以 也是一樣喔 一個字都不用改 本來是這樣吧 把它貼上 這邊 等於是說 如果你全部都定義好名稱 你其實什麼事都不用改 就是直接把公式丟過來就可以了 名稱錯了 錯到哪裡 這邊 這邊好像少一個 101 這邊少一個2 然後 然後 所以如果名稱錯 它會有個Name的錯誤 這個OK了 這邊也都OK了 好 所以剛剛這邊少打了一個2 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把那個第一個部分 公式的部分丟過來 一樣喔 就是開一個模組 把公式打上去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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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